哈喽兄弟们 这是坦克七百爱 旁边这是奔驰大忌 你们觉得谁更有气势 今天我们聪报新车的主角是坦克七百爱 这是一台将近五十万的车 来看看同样四五十万木马人的内饰 这是七八十万图乐的内饰 这是接近百万陆寻的内饰 而你现在看到的是坦克七百的内饰 大家好像都习惯了 硬派越野车的内饰就只能是简陋的 也没啥功能性配置 但这时候坦克来了 告诉你硬派越野车也能走豪华方 其实坦克三百五百最大的成功 就是把豪华和舒适搬进了硬派越野车 加上也把价格打起来了 成为了爆款 也在市场站住了脚 铁汉柔情一直是坦克的品牌里面 从参数上看的 他们铁汉的部分依然很硬核 但我们本次试驾的重点 就是想看看它在豪华舒适的部分 还有哪些亮点 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呢 进到车内 手能摸到的地方 基本都被皮质材料包裹住了 车顶也是几皮绒的 包括中控台按键 车窗按钮 挡杆在内的很多地方 都用了铝制式板 甚至连这个拉手的连接件 座椅滑轨都是助理材质的 细节张线豪华呀 它还有出细节我很喜欢 在壁书上呢 也有出风口 加上中央倒台和脚下的这个出风口 能实现后排的快速升温降温 但要说舒适方面 让我印象最深的 那必须是坦克700的座椅 二 座椅 这是木马人的座椅 坐着跟小板凳似的 是真的不舒服 这是坦克700的座椅 坐上去以后 我感觉就像坐在了 真体大沙发上 腿托的伸展方式 是这种展开式的 相比这样的腿托 坐着也会更舒服 但有一说一啊 我觉得它的座椅功能 有点过分了 它座椅加热 居然有九项调节 我知道咱们能精细控制 但这么多项调节 属实是没啥必要 座椅的后排呢 坐着也很舒服 中央扶手的屏幕 能控制通风 加热 座椅按摩 还能操控旁边的影子联 头枕除了可以前后 高低调节以外 还可以向内折叠 呈幽形 遇到一些颠簸路况 它能把头 很好的固定住 不会左右摇晃 在市区里呢 是要靠着 也不觉得个 坦克700的后排座椅 能大角度往后引 最高能到141度 半躺在这样一台车里 享受着座椅按摩 这是之前在外拍 贺上才能享受到的 现在居然在一台 硬拍越野上实现了 但遗憾的地方也有啊 一个是它的安全带 是固定在C柱上的 我半躺着 安全带的安全性呢 就大大降低了 还有就是后排座椅 不能完全放平 这么大的倾斜角度 说实话现在也真是不太常见了 我忙擦一波啊 可能是座椅和后备箱下面 要放电池和油箱 将着座椅也确实厚实 限制了装载能力 坐着很舒服 我也很关注 这台车开起来够不够舒服呢 三 底盘调教 动力想要 动力上 坦克700和其他硬拍越野车 最大的不同是用了一套 Hyperty的插滚系统 传统硬拍越野 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要么动力直至明显 要么变速箱不够平顺 所以坦克700这台插混系统的优势 就凸显出来了 坦克700靠着电机加持 不仅动力输出更平顺 开起来的整体感受也挺轻快的 底盘结构呢 它用上了一套空拳加CDC 其实之前的硬拍越野 为了越野能力 牺牲了不少舒适性 悬挂很硬 市区坐着就不太舒服 空拳的天然优势就是软 坦克700用空拳 更多还是为了舒适性考虑 市区开呢 感觉很舒服 通过电磁CDC 也能实现软硬的调节 而且空拳还能够调节车的高低 在越野路况下 把高度调到最高 能够提高通过性 高速行驶时候呢 调到最低 稳定性更高 油耗也能更低一点 不少朋友关心这台车的亏电油耗 我们测试了将近100公里 亏电油耗是6.6升 看着油耗并不算低啊 不过这车车重就三吨多 还反向冲了35公里的电 这样看这油耗表现 大家觉得还行吗 OK 总结一下 其实坦克300坦克500 已经证明了 大家很吃既有硬核越野能力 又有豪华内饰氛围 这一套打法 坦克700就是外观更霸气 越野能力更强大 内饰更豪华的BLAS版本 在之前 我们所有对于汽车的定义 分类 评价标准 都来自于西方 一提应该越野 内饰就只能是简陋的 功能就只能是匮乏的 座椅就应该是不舒服的 如果跟硬核SUV要豪华 要舒适 我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 甚至会被教育 你这就是不懂车 而坦克的意义就在于 它告诉我们 这些不但可以有 而且应该有 这才是更符合 中国人的用车场景 坦克700 预售72小时 订单超过了3000台 风车炮爆股 12月也卖了5000多台 甚至售价超过百万的 仰望U8 上个月都拿到了1000多台订单 中国车企 根据中国人的用车喜好 打造我们自己的硬派SUV 这可能就是我们支持 中国车企的意义吧 以前我们追赶海外大厂的品质 后来追赶他们的品牌 现在中国车企 开始打造自己的产品定义和标准 再以后豪华 舒适 智能 新能源 将是中国人的硬派SUV 不能缺少的基因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大家一定要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